來自民鄉鄉的消息 為了民鄉鄉的福地關懷協會 為了答謝新鄉鄉母親 平凶時的新樓 立正基盤文興五月新甘冬 療育果凍花 新鄉母親節活動 邀請新鄉媽媽和小孩 做回來製作美麗的果凍花 創造新鄉家庭 新祖父同的美好會議 平時就是很關心 以小的心心 還有科亞福島的福地關懷協會 在日前就為了要請教母親節的狗來 就叫嘉義館 社會教共同合伴 新祖父母親節活動 邀請新祖父母親 還有小朋友 做回來製作DIY的果凍花 製作果凍花的製作夠合 今天新祖父母親節活動 不用正當的休憩活動 讓新祖父母親節活動 讓新祖父母親節活動 並且不用注入對親吻的感謝 提醒親祖父母親節活動 並且強化新祖父母親的親密關係 謝忻新聞 鄭燕鑫鑫鑫 蔡鳳報道 一盞路燈一個月 大概可以節省大概20塊的一個電費 這一盞就是嗎 那就是換裝後的LED路燈 我們翁縣長就任以後 啟動了村里大調查 製作了8400萬 台灣的日光燈跟部分的納漆燈 LED燈的壽命也特別長 它是屬於立能接能 比平常的村的燈進 省電快一半以上 也幫公所節省了一些淨費 可以一年節省 450幾萬的電費 對公所實際來得很大的助力 路燈照亮 每位嘉義人回家的路 我們的努力 你一定看得見